在哪读书 我在北京读书 我在上海 咋认识的高中同学吗还是怎么了 没有我们两个认识 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就很喜欢收藏手办 然后他也很喜欢收藏手办 结果他就点赞了我的视频 我俩就在网上认识了 但是我们聊了一个多月 才发现我们是一个家乡的 才约了线下见面嘛 见完面之后 觉得对方也挺坦诚的 也聊得可以 到现在是恋爱两年了 我们其实都是学生 有八个月的时间不是在一起 我们之间其实挺远的 一千二百四十一公里呢 呦呦呦呦呦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觉得是中医 看来中医真是记忆力好啊 一千二百多少 四十一公里 多严谨这姑娘 哎呦这恋爱谈的 先说先说 我跟他恋爱这么长时间了 我是属于单亲家庭 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就没了 哦 就是我 其实在家里 就是装作挺懂事的样子 我就很希望 我能找一个 爹式男友 就是像父亲那样 疼着我 爱我的人 我就想 让这样一个人来弥补我 从小在家庭里 缺失的爱 理解 我越和他相处 我越觉得 是我一直在单方面付出 我给他很多的爱 加在他身上 好像他看不到 并且觉得我这些事情 都是我该做的 姑娘做了些什么呀 我们一年有八个月 是异地嘛 嗯 我每个月至少去见他一次 这每一次都是我自己 从北京飞到他上海去 我觉得如果他要像我 这样爱他的话 他至少来见我一次也可以呀 对你 你为啥不看人家 我也是很想他的嘛 所以我们才规定了 每个月我们都见一次面 但是因为每次 我学校里那边事情嘛 抽不开身 每周基本上都要有一个 不管是小组的 还是说个人的论文要截止 因为大四了很忙嘛 真的是抽不出来身去看他了 才让他一直辛苦来见我 我作业很多 压在我身当时候 他也是这样做 他竟然双病 躺在寝室里面 给我打电话说他生病了 那是一个晚上 我正写我作业呢 我当时特别着急 因为我真的害怕他 身体怎么样了 我就想马上 飞到他身边去照顾他 嗯 我就大晚上呢 自己坐飞机去看他了 我一下机场 他笑嘻嘻地 在那街机口那 拿一束花 等着我 我当时就觉得 他就是脑子有病 他身体一点病都没有 是是是 我其实当时吧 确实是胃不太舒服来着 也到了我们约定 快见面的日子了嘛 我就跟他说让他见我 但他说他忙 因为我过两天考试 我就特别想见他 结果我准备给他一个惊喜嘛 叫了好多朋友 然后我买了一大束花 我在街机口那 最显眼的位置等着他 我想他一下来就能看到我 就挺激动的 别人没有这待遇 说实在的 但是他一看到我就急了 人人宁可你去北京看他 虽然无人接机 但是内心不一样 是吧姑娘 是啊 我后来陪他去吃饭 跟他室友一起 他们坐在那里笑嘻嘻地 把我冷坐在旁边 我就是其实已经很尴尬了 他突然把一杯酒 放我面前说 你把这杯酒替我喝了 你不喝 你不爱我 主持人 我爱不爱他 我需要用这杯酒来证明吗 所以你喝没喝 我没喝 太对了 我就觉得你在你室友面前 干嘛给我一个下马威啊 我没有要给他下马威的意思 我就觉得当时嘛 我那么多朋友在旁边 我也挺下不来台的 因为我跟他们说了好久 我说我请你们吃饭 你们陪我去接我女朋友吧 别人那么差啊 结果到那儿 我女朋友就给我 因为我们那儿到机场也挺远的 打一个车都坐不下那种 结果到那儿 他给我来一句说我有病 我也觉得挺没面子的 然后我其实当时喝多了也有点 就是上头了 我气他嘛 我说你把这杯酒喝了吧 我也没有让他替我挡酒的意思 其实就是 闹得挺不愉快的 他确实是挺上头的 他说你不喝这杯酒 你就是不爱我了 不爱我你走吧 大半夜的 我就心都凉透了 嗯 我就走 走没走 我走了 太好了 我自己一个人 坐凌晨的飞机就回去了 就 我就短短的见了他一会儿 他就给我这么大脸色看 哎呀 这干嘛跟钱过不去 你在上海玩两天 对不对啊 我在上海只认识他一个人 我到这里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外人 哎哟哟哟omp 我觉得如果他在乎我的话 他应该第二天來北京看看我 安慰安慰问他想多了 肯定没来吧 没有啊 啊为啥不去啊 因为我后天就考试了 我当时就想见见许他 别让他陪陪我嘛 然后当时我想拦他 我没想到他真能就回去了 嗯 那我后来想送 他一双限量版来 后来还想送呢 他快生日了 你自己回了北京之后 这事怎么解决啊 他就跟我道歉 我就觉得 他可能确实是有太多的压力 从他同学面 我没给他面子了 我就想着 我也是做错在先 不是你哪错了呀 我没给他留面子嘛 哎呀这姑娘真可怜了 你怎么回事现在谈恋爱 就是他给你道歉了 你就接受了 接受之后没过多久 他又生日了 嗯 咱听过生日又发生了什么 过生日 你说 我家里其实条件就很一般嘛 不是你们家条件可不一般 我平时 这八个月能飞个 这就算十六套 我经常出去自己兼职 我就是为了给他买线练版球鞋 兼职礼仪模特什么的 但是我为了给他惊喜 就没有告诉他 这段时间我去干什么了 他就觉得我不回他消息了 觉得我在外面要做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情了 嗯 那我就觉得吧 平时上学的时候 他一天就能给我发个一二百条信息 结果我们俩都放假到家了 我本来寻思带他出去玩玩嘛 我们俩好久没见 确实也想了 结果一到家 这一天消息都不回头不了两条 不知道干嘛去了 就瞒着我 我之前给他发那么多条消息的时候 他觉得我烦 我控制他 我给他压力 我不给他发了 他又觉得我有事瞒着他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继续爱他了 我就没有觉得他烦过 就是那种闹着玩嘛 但他就是不跟我聊天 我确实很难受 他后来把牙套戴上了 我觉得我给他做点合口的饭 我以前从来没做过饭 我第一次做饭 弄得我这个有点子 到现在都没下去呢 还真是看到有点子非常大 做饭 做完了 他觉得做的不好吃 面向也不好看 他跟我说 你别做了以后 你这有点弄身上了 穿衣服都不好看了 他说这些话都跟一根根针一样 扎我心里 是难受 是难受 怎么回事 主持人我觉得他就是有点 过度理解我的话了 就不管是他出于兼职 还是说他做饭 就是他老是觉得我会特别感动 但其实我挺心疼他的 他出去兼职 弄的那穿外边的鞋 磨的脚上都是泡 我觉得就是 我过生日 他能带我去吃一趟 我最喜欢的那火锅就行了 还带你去吃一趟 你过生日 不是应该你请人家吃饭吗 就是他非要送我那双鞋 我觉得没有必要 把他自己勒成那样 去买这双鞋 还有做饭也是 我觉得就是 饭做的好吃吗 饭做的好不好吃 先隔一边我觉得就没必要 我可以去点外卖 为什么让他自己把自己伤着了 然后他还要嫌我不感动 他就是觉得 我做的这些都是多余 我就是因为爱他 我才想 在他生活中处处都有我的影子 我想设身处地的 来照顾他吗 你做的什么饭菜 把手烫成那样 豆腐爆蛋 豆腐下的时候 那个里面有水都崩出来了 这块都是我给他后来做的饭嘛 后来又处于精进了一些 然后那些是 我 这个是我 见他留下的脚跟 可以 听 我觉得我做这一些 都是因为 我很爱他 我想看到他能 给予我一些回应 来问他问他我这颗心嘛 可以啊 我之前让他戴牙套 他不戴 他说戴牙套 牙疼 不舒服 这次放假回来 他把牙套给戴上了 就三个礼拜前 戴上了 他问我 男生用什么护肤品好 男生怎么穿更帅气 怎么符合现在的多巴胺穿搭 你一个男生 你整什么多巴胺穿搭呀 你又认识了别的女孩子吧 他又开始瞎想 这是怎么 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我长得挺帅的 然后来之后 可能我们俩在一起久了 我也就不怎么在意自己形象 他就嫌我邋遢 那嫌我邋遢 我说那我就 注重注重形象吧 完了到他这又成 我想认识别的女孩了 他还不是想认识别的女孩 他在学校的时候 和一群女生去打飞盘 然后还和这群女生 玩后备箱集市 那我一个人距离你这么远 平时你也不来看我一次 我在北京 你知道我有多无助吗 所以我就特好奇了 能后背相集市 能去玩飞盘 怎么就没时间到北京 不是 这是我们学校 社团的活动 主持人 不是 我觉得这个活动 可以不参加 去看一下女朋友 我就参加过两次 然后他就拿这说事 其实他老说我不想着他 我觉得我挺想着他的 我不管看到什么他喜欢 或者感兴趣的东西 我就会默默记下来 然后后来再买给什么 当时那个后备箱集市之后 我赚点钱 我还送了他礼物来的 啥礼物啊 就头几个月刚出的一个 新款的一个高达 他也喜欢 我想要的其实不是 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姑娘你到底要什么 就是给我爱嘛 我就是想 你是哪怕来北京 看我一次嘛 我又不是让你 每个月都来看我 行行行行 在今天为什么来呀 我就是 能让他有点改变吗 改变啥 让他 能心上面温暖我 而不是给我这些物质上的 女生要求 我们听明白了啊 男生觉得女生 有些什么问题吗 说出来 我觉得就是他 需要我给他是 他想的那种爱 但我认为 就是爱这个东西 它不是单一形式的 我有我 自己对爱的理解 我觉得我很爱他 我没有 一丝一毫的隐瞒 可能说 他觉得我给的爱不够 但我觉得 我并没有隐瞒他 或者说给他爱上 未来怎么打算呢 考研 他未来想要出国 我之前看他手机 才发现了这个事情 他买了特别多的 雅思资料 他就是想要考出去 远离我 他现在不想 跟我在一起了 他就在那瞎想 就 你看他也说了 他看我手机发现 我平时 我的手机任何的 什么支付密码 锁评密码 他全都知道 我从来都不对 他设任何防备 但他看到了 这事是个误会 其实我也跟他解释了 但他不信 他觉得我就是想 逃离他 是要考雅思吗 是要考吧 但是我父母让我考 我不想跟他们 就是叫这个劲 他们非让我考 我说那我就考呗 我说我就买个资料 做做样子 给你们看看 到时候我也不学 我觉得我肯定考不过也 那我还跟他说 这事干嘛呢 说了也是 我觉得徒增烦恼 我肯定不会出国的 他如果把这个事情 提前告诉我 我一定会理解他 我觉得这个出国 这个事情 是我们以后的规划 你如果出国了 我自己怎么办 我之前为你 所有的付出 都白打了 哎呀 这这这姑娘 我听到后来 越来越渗的话 那谈恋爱 还不行有个失败的 我这么爱她 我把我的一切 都给她了 我觉得我离开她 我就没法活了 哦 你特喜欢她是吗 嗯 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就非她不嫁了 你什么时候毕业呀 就马上就要毕业了 啊 然后打算去哪工作呀 就在天津 你也毕业是吧 打算在哪工作呀 也在天津 那不就没事了吗 那如果她以后再考呢 她就是之前为什么瞒着我 我就是说你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出国 我也可以坦然接受这个事情 但是她把我好像做个局外人一样 他不把我们当成一个 她刚才不是给你解释了吗 说这是她父母让她去考雅思的 让她现在就出国 她没这打算 但是你不相信是吧 我能相信这些东西吗 所以刚才你绕了一圈 这个鼠落她不关心你不爱你 其实核心是在这 你害怕她自己一个人出国了对吧 我就是害怕她离开我 这不都有结束异地了吗 还害怕什么呢 她这次回来之后 有点冷淡什么的 有点冷淡 咋感觉到有点冷淡了呢 她之前回来 就每天都和我见一次面 现在可能 就两三天才见我一次 因为我要去 开我的实习证明那些东西 因为马上就要工作嘛 可能没有对她冷淡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之前 她做的这些事情 都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她也没有解决过 我感觉我特别的累 我心都掏给她了 姑娘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 你这学中医的 你知道这情绪需要稳定啊 你怎么了姑娘 你心的哪一段给堵了 还是哪堵了 我头被堵上了 上头了 哎呀 这姑娘 喜欢吗 喜欢啊 父母见过吗 有 就是提过吧 然后父母啥意思 父母就觉得 挺好的 两个人慢慢发展 如果双方 都对对方 感觉不错的话 挺好的是吧 如果那个就感觉不错 还好好发展 然后父母怎么说的考雅思呢 就他们想让我出国嘛 哦 对对对 本来就大学就想让我出国 但是就前两年有事情耽误了 然后就没出国 在国内读了大学 哦 对 所以父母其实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对吧 嗯 也也问过 在这个问题上你说谎了 小子 说实话 确实是提到过有女朋友 你只是一说 但是他们并没在意 对不对 嗯 也就是偶尔问一问 没有说就太在意 所以在你的父母心里面 现在还是想让你考雅思 快点出国的 是还是不是 是吧 是 你现在在非常认真的准备呢 还是只是应付 咱说实话 确实是只是应付 那你不是瞎霍霍父母的钱吗 但是考雅思就花 花不了多少钱 说实话 那不是霍霍自己的经历吗 就我也没认真准备嘛 那你是不是欺骗你爹妈吗 那我 这电视一播 他们不就知道了吗 我总得选一方 我不辜负吧 那我没办法 我不能两边都 所以说在父母和他之间 你选择了辜负父母 欺骗父母而满足他是这个意思吗 算是吧 这算不算把心掏给你了姑娘 我也不想让他骗他妈妈 我就是想让他 你可以跟你父母说我的情况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和我说 你们家里让你有什么打算 如果我也可以努力打工 打工钱跟你一起出去嘛 我就是想让你真心的对待我 就是以后我们真的分手了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要想起来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我希望我是开心的 而不是我单方面的付出了这么多 一点回报都没有 行行行 怕不怕 有没有觉得肩上的担子特别重 没有吧 我也很爱他 说实话 行行行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姑娘你还担心什么呀 这么好的如意郎君 可千万别给自己扎走了 现在学针灸了吗 学了 他要跑扎他吗 我说不得 看你姑娘 我不知道这是恋爱脑还是怎么了 我就觉得 怎么现在谈一场正常的恋爱 都那么难呢 你们给分析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店 在这一段恋情当中很明显 你是百分之一百的投入了爱情 盼望着自己的百分之一百 也能够换来百分之一百 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因为他所回报的根本不是百分之一百 甚至您怀疑这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爱情 我希望你不要自己偏自己 他的表情 其实已经证明了 他没有这么爱你 北京到上海 这么方便 怎么可能说 一年八次都是让女生跑来看他呢 一个学生有这么忙吗 你扪心自问 我今天断言 他的雅士很有可能考上 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后果 哎呀 我妈妈逼我出国 你等我几年吧 我到外面去学习几年吧 拜拜 这就会 是你们将来可能爱情的结果 述我之言 其实这个男生对你还是有爱的 而且正是因为他这种相对完整独立 甚至有点自私的人格 还挺吸引你的 而你是有深深的焦虑 你把所有的美好 所有的情感都指向了分离 他穿得好看点 你觉得是因为别的女生 他有可能不要你了 要离开你了 他父母要求考个雅思 没有告诉你 就觉得他一定是要独自出国 他不想和你在一起 他逃避你 他要和你分离 所有的事情都指向美好的东西 一定会分离 这真的是一种焦虑 可能源自于你小的时候 父母在你幼年就离开 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内心 巨大的恐惧 但是亲爱的 我们所有的成长当中 遇到的痛苦 遇到的不幸 遇到的不愉快 真的没有办法要求另外一个人 给我们温暖 给我们疗愈 能够帮助自己成长 真的只有自己 你刚才就是说 我就希望你给我爱 我就是要爱 跺着脚说 其实我还挺辛苦 你说我就是想让你温暖我 但如果你自己暖和不起来 他也是一个小男生 即便他是一个很成熟的 很爱你的人 他也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温暖你 所以你要从自己的心中 去拯救那个当年 那个爸爸离开的小女孩 你要去给那个小女孩温暖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还是充满了爱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即便他有一天出国了 他其实内心也想过 我为了这个爱我的女生 我为了这份感情 我要去拒绝我父母的好意 我为他留下来 他是有过这样的真挚的情感 你要去疗愈你自己 当你内心独立完整了 你不再是说 我离开了你 我怎么办呀 我过不下去了 当你完整了独立之后 你会发现 别人给你的爱都是温暖 而你觉得不行 你必须给我所有我想要的回报 那你就会觉得 所有人给你都不够温暖 你在这里真的出了问题 所以特别希望你能够 怎么说呢 快快地成长起来 在我们寻找爱的同时 好好地爱自己 你不要当中意了 你当作家吧 就沉浸在自我的 编造的情节当中 就出不来了 其实你非常轻而易举 可以看到你和他生活 不是一种生活 你努力地 想让自己跟他生活拉起 我正在想什么 你看你送他那些东西 那不是你消费能力的 你拼命地去打工 送那个限量版的鞋 一双鞋 那也得小几千 不是你能消费的 但是对他来说 可能就是他日常消费 你一趟趟的飞机飞过去 对他来说 看不到的 这些东西都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的好 你只是习惯了付出而已 你真的进入他的生活了吗 你想想这个问题 你真的进入他的生活了吗 你进入到他的那个所谓的社团 你进入到他那个未来 所谓在国外的大学生活 你进入到他家里面人为他安排的那些事情 你进入了吗 你真的进入了吗 没有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自我感动 你觉得我自己在营造一段 惊天地气鬼神 我付出所有一切的爱 你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他到今天都只以为你只喜欢高达 所以姑娘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漫长的季节里面 女主角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 我的世界我只剩下你了 我只有你了 那句话在剧里面出现的时候 非常的真实 令人毛骨悚然 他的真实的原因在于 这个姑娘用他一生的悲剧 做了一个注解 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 他到最后截然一生 所以他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 带来了巨大的宿命感 但是你说我付出了一切 我把心都偷给你了 跺着脚在那边说 我真的没有被感动的 为什么 你没有那么惨 你惨什么 你一个二十多岁 读着好大学 上着好专业的一个姑娘 你光去打打工 你就能买那么几千上万块钱的东西 这个时代对你也不薄啊 何至于 站在一个男人的面前 卑微如此 跺着脚说 我什么都付出了 你付出了什么 你没有付出那么多 也没有人需要你付出那么多 不要在自己心里面 给自己写一本小说 走出来 你得是生活的主角 而不是心里面那本小说的主角 最后我说一句 两个人如果不能相互走进对方的生活 就算在一个城市 也没有用 就好好一姑娘 干嘛把自己搞得跟黄莲似的 就看着你我就觉得苦得看不下去 你在讲话和跺着脚说要爱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陆琪老师 我说我不想听她说话 我真不想听你说你有多爱 你的这个爱让人觉得压抑透了 你都不在乎自己了 都低贱成那个样子了 我们何必在乎你啊 我来说个兴致的问题 火车票还是机票 平时都是她买给你的 我自己攒钱买的 不就得了吗 讲个小故事好了 我有一个小妹妹 小妹妹在谈恋爱的时候 男朋友在上海 然后她老是去看她男朋友 我说男朋友怎么不回来看你啊 她说因为我们是家 在老家在一起嘛 都在长沙 她回来觉得不好玩 熟人多 所以我去 我说火车票是谁买啊 机票谁买啊 我小妹妹说 各一半吧 我说完了会分 她说为什么呀 我说各一半是 刚开始她买 后来你买 还是来的时候 她买去 走的时候 你买 这个你给我说说清楚 小妹妹说 刚开始她替我买 后来我自己买 是这样的各一半 我说那不是要分吗 后来真分了 分的还挺难看 恋爱谈了挺久的 终于两个人打算去买车了 我了小妹妹自己买的 全款买的 但是男朋友跟她分手的时候 男朋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告诉她 哎 你的车当时贴的有一个遮光膜 那钱是我掏的 分手的话 你把那几千块钱还给我 好看吗 奔赴那么久 攒了那么多的一个火车票 跟我讲了那么久 姐你看我们的爱情 铺了那么一房间的火车票 最后还抵不上几千块钱的 车窗玻璃膜 有的时候关系不就是这样吗 撕下来就是一张膜 玩了透亮的 来看你们之间有啥 她不爱你 车玻璃里头就这四个字 怎么自己就看不到 跺着脚喊着我 她没爱呀 她就是不考雅思 跟你没毛线关系 考不过 为什么考不过 不背单词 忙着玩飞盘去了 为什么玩飞盘 因为女的多 你见过玩飞盘里头都是男的吗 所以还用问吗 为什么戴牙套 为什么这 为什么那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的 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就是不爱你 所以 这双恋爱 你爱谈 你就跺着脚谈吧 总有一天 她给不了 她今天看你这副样子 早就想跑了 因为知道有可能 你会湿答答的粘住 她整场人生 你只需要跺着脚 到她单位门口去唠两下 她没工作 你只需要到她玩飞盘的地方 哭着闹两下 她将没朋友 一旦她在父母面前怎么着 你又再哭哈哈的 到她家门口闹两下 她光想想这些 简直看到了恐怖片的三级跳 走吧 一桩恋爱把自己谈得如此卑微 如此的人生 你还配站在这儿啊 我就觉得这是一场不健康的恋爱 因为它不平衡 它不平等 你在这段爱情当中没了自己 即使我离不开这个人 我必须跺着脚说 他走了我还能生活 因为当他走了之后 你真的还得生活 你跺着脚的时候说 没有你 我无法活下去 对这个男人来说 只是给他加了一条 可以亲见你的理由吗 所以你们自己看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只是 太缺爱了 我以为我这样做 你会喜欢 我就是 想所有事情 都 都 让你开心 但是 是我的不对吧 是我有时候太自以为是了 我觉得 我给你的好 就是你想要的好 可能 确实很多时候忽略了你的想法 忽略了你作为一个 女生 来回跑来跑去 很辛苦这些事情 我以后一定会 我为你做的一切事情 我现在在想 我都不后悔 但是 以后怎么样 我也 还不知道 我真的 以后会努力改变 你千万不要轻诺啊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黄红熊看好吗 不看好 当然会双醋 我也觉得双醋 我们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 来 请开门 来来来 想清楚了啊 是要好好跟人谈恋爱是吧 是 我再问你一次 允不允许恋爱失败姑娘 允许失败是吧 允不允许失败 允许 确定吗 确定 你自己想清楚啊 行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时刻吧 对了 今天 来 我还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喜欢变形金刚 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家摆不下 后来是单独买一套房子 放他的变形金刚 这事儿你会怎么做 你不是喜欢高达吗 有一天你也可能拥有一屋一面墙的高达 还会哭 我可能会把我最喜欢的那个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其他的 其他的 我先不想 你渴望有一墙的高达吗 我不渴望 对 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喜欢高达 那只是你们认识的方式而已 臭小子 我该说的说完了 自己去悟吧 我先不想